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4年2月4号礼拜天 又到了直播互动的日子 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都可以贴在留言区 付费问题还是会优先的回答 咱们先讨论两个新闻 第一个话题就是由于中国股市的暴跌 无处发泄的怒火 让民众涌入美国大使馆的微博下冲塔 一篇使馆发布的就是如何保护长颈鹿的文章 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网民跟帖留言 一些人把美国大使馆的微博文章形容为中国的枯墙 枯墙是犹太教的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 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旧城之内圣殿山的西侧 有一段城墙的遗址 以色列人是经常到那去悼念他们消失的圣殿 中国人当然没有什么圣殿可以悼念 但是到大使馆微博下去悼念一下自身遇到的苦难 北大政治学博士刘金宁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认为说中共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努力都挽救不了自己父王的命运 只是说这个时间到底是长是短 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小粉红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也损失惨重 于是秒变反贼 国内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股市大V交易员叫做小霞 在A股亏了几千万之后 公开对习近平辱骂和诅咒 从小粉红一夜变黑 那么他今天已经被公安抓捕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在未来的一年会层出不穷 大家可能还记得 王岐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 这个其实是美国的前财长鲍尔森 他在跟王岐山对话的时候 王岐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中国人只要吃草就可以活三年 你们美国人吃草可以活多久 意思其实是在威胁美国 就说如果你要跟我们打贸易战的话 我们中国人是可以挺得住的 只怕是你们美国人挺不住 我只能说王岐山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六七十年代 因为那是一个中国人仍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代 而现在的中国人在改开之后 在中共长期宣传引导和放纵的基础之上 就是大家已经变成了物欲之上金钱之上 所以一旦没有饭吃之后的话 人们就会起来反抗 不像当年说没有饭吃 我们忍一忍 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先吃一些苦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概念了 理想主义早就在八九的时候就破灭了 所以现在如果一旦物欲不能够得到满足 经济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的话 中国人他是会起来反抗的 所以我就说经济垮 中共也就垮了 白纸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说 习近平和李强都相当的焦虑 就是经济如果垮了之后的话 他们也知道中国的统治 中共的统治的话 其实是难以维系的 2024年我觉得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大事 除了台湾大选美国大选之外 中国经济下滑一定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现在很多不祥执照已经开始涌现 各地惨货不断 我今天看到了两个他楼事件 一个他楼事件就发生在湖南的张家界 这是有一个他们建的旅游景点 投资了十个亿 这个叫72期楼 在2月3号的时候演出的中途突然坍塌 舞台上演员也砸伤了不少 然后观众也砸伤了不少 现在看到的数据大概是22个人受伤 另外就是2月4号的时候 河北长江大学的食堂坍塌 张家界的他的这个楼 他是为春晚拍摄节目用的 所以这个本身对于中共这种粉饰盛世 就是一种非常不祥的预兆 大家可能还记得 今年许多城市搞跨年活动 就是在12月31号到1月1号 本来是大家聚集在广场 然后一块庆祝新年 结果呢突然在这个跨年之前的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突然之间宣布所有的活动都取消 这样呢就使得这个所有的什么烟火表演呢 这个其他别的那种无人机表演等等全部取消 庆祝现场漆黑一片 这确实是非常不祥的征兆 所以2024年对中共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难过的坎 在今天我们接着展开这些话题讨论之前呢 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 油管上的观众呢 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 很多专家解释说吃鱼油啊 主要是为了补充人体必须的但又无法自审 合成的这个Omega-3脂肪酸 可能有的人不太习惯深海鱼油的腥味啊 所以呢就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 就是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普瑞糖 百分之百的纯素的植物鱼油 这个鱼油百分之百都是植物成分 它的外胶囊都是由藻类和淀粉制作 完全没有鱼腥味 相反的非常有一种这个非常淡淡的清香 普瑞糖植物鱼油就是采取纯天然 无污染的马齿线和紫苏籽的原料 经超临界低温萃取而制成 经过研究发现 马齿线是植物蔬菜中 Omega-3脂肪酸含量最高的紫苏籽 具有抗过敏作用而且不含胆固醇 是提及Omega-3的最佳原料 除了Omega-3含量高之外 Omega-3还有它六七九的含量 加在一块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另外因为原料纯天然无污染 所以食用普瑞糖植物鱼油完全没有 任何摄入重金属的风险 这款鱼油对于清血管 降三高 降胆固醇 抗炎明目 提高免疫力 消除疲劳 改善皮肤等等 都很有帮助 除了食物油之外 普瑞糖还有另外一款产品 叫做玄宝黑参 这个玄宝黑参在抗疲劳 抗衰老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方面 也有特殊的功效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然后输入折扣码TL2023 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 好了 那么咱们现在呢 回过头来开始说新闻 先说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却是一个真事 就是有人发现呢 这个国家金融监管局 总局的广东监管局 它的这个局长叫做裴光 这个就感觉好像是 什么都裴光了 我开始还以为是笑话 后来这个去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人还真叫裴光 所以你想这个中国股市还好得了吗 中国的股市呢 这个今天继续下跌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股市啊 这是大家现在看到是实时的消息 还仍然跌到了2700点之下 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中共拉了一下盘 在这个盘尾的时候 搞了一个深V的反弹 就感觉好像是这个股市 就是要马上要反要反转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开盘就暴跌 然后很快现在又跌到了2700点以下 中国的股市不是不会反弹啊 中共也许会在某一个时刻 动用真机白银托市 但是肯定不会持久 就像是2万亿平准基金 如果入市的话 可能会把股市拉起来一波啊 但是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共是不可能让股民割中共自己的韭菜 而只会让中共去割股民的韭菜 所以谁也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看到反弹的话 一定要赶快跑 其实你不跑机构也在跑 今天我看到一篇彭博社的报道 我觉得大家看到之后会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 这是彭博社今天2月4号的时候 一个最新的报道 说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highlight出来 这段话 说这个本地投资者呢 对2024年中国经济前景的期待呢 并不看好 这个Goldman Sec 就高盛公司呢 就是要求这个当地的投资者 用0到10这样的一个范围呢 来给今年的经济前景打个分 其中0的话 就是代表2022年最困难的这个新冠封锁期间 10的话呢 代表2023年一季度 当时不是放开了之后的话 大家对股市也好 对经济也好 好像恢复了一些信心 当时经济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恢复嘛 所以呢 就是说让人对这个中国未来的这个经济打一个分 是0呢 还是10呢 是像2022年一样是最糟糕 大家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 还是像2023年一月份的时候 突然之间大家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呢 最后的结果哈 12名当地的投资者 对这个事回答大分哈 0到10之间 结果有一半人 6个人的回答是0分 其余的投资者 另外那6个人平均是3分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中国2024年的经济 会跟2022年新冠封锁的那一年 同样的糟糕 所以这就是对于中国经济 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 无处发泄怒火的民众就涌入美国大使馆的微博之下冲塔 哪怕是这个他贴了一篇微博这个关于保护场景录的哈 就是美国大使馆 结果也吸引了超过10万网民的跟帖留言 在我看到这个最后的最新的数据的话 大概是将近15万还是16万的这个网民跟帖留言了 由于管理员不能够直接封掉美国大使馆的微博账号 所以只能手工的删帖 但是仍然挡不住民众冲塔了热情 现在已经通过程序啊 就是来减缓上贴的数量了 通过编程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 以便给管理员足够的时间去删帖 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国内知名的股市大V交易员 这个人叫做小霞 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这个股票呢 呸惨了啊 他当时一个一个亿投进去 结果呢 亏了几千万 那他现在的结果的话 就是公开的对这个习近平进行这个辱骂和诅咒啊 希望习近平赶快死掉 煽动粉丝干掉习近平 结果最后呢 就是已经被公安机关给抓捕了 未来这样的事啊 我觉得还会层出不穷 这个中共对于这样的事情应对的话 他是怎么办呢 这个中共的应对的话也很简单啊 就是动用强力机器啊 就是开始抓人 呃 今天看到这个推文里面讲到 说这个上市公司老板注意了 即将大规模抓人了啊 说投资者保护是办理证券案件的重中之重啊 其中提到2月4号的时候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 张晓芬表示 依法严厉查处证券违法犯罪案件 坚持严的主基调 依法从严 全链条追溯财务 造假侵占上市公司资产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老手仓等证券犯罪案件 哗啦哗啦讲了一堆一堆东西哈 反正总而言之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你证券造假的话 就会被严查 呃对上市公司老板来说 当然这是头顶上悬的一把剑了 但大家知道哈 这个中国的股市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上市公司造假的问题 而是共产党的问题 是共产党造成了整个宏观经济的恶化 然后呢大家对中共没有信心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以前邓小平啊 曾经在这个中国搞过这种 就是领导任期制的限制 一般是不超过两届哈 就这种限制的话 其实会给大家一点希望 就是如果这个领导人很糟糕的话 大家忍一忍熬十年 还能把它熬下去是吧 换一个人来说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习近平明显是要终身连任 这样的话 大家就觉得最后的一次希望也破灭了 就是是看不到尽头的 就是你这个习近平今年七十岁 他万一活到九十岁怎么办 是吧 那未来二十年中国的日子 中国人的日子怎么过呢 北大政治学博士刘俊宁先生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 其实可能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说中共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他说这个呢 就像是足球比赛一样 比如说这个巴西跟中国队比赛 打个比方来说 大家虽然还在提 但是其实结局早就已经注定了 可能在上半场开场没多久 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只是在熬时间 在熬这个时间呢 不知道这个中共会在什么时候垮 但是这个垮是一个必然 中共各方的势力的话 也试图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 就像中国和巴西球队比赛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足球队员 他们也不是躺在草坪上不动是吧 他们也在跑来跑去 但是呢根本就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 他们其实跑来跑去也是只是在 这个尽一份力而已啊 就是对整个比赛的这个局面 不会产生任何的改观 也就是说呢 这个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 中共的垮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个结局其实不是从2009年的时候开始 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就是中共有一天会垮 改革开放的话只不过是延缓了这个结局的到来 就像当年咱们讲的那句话 说这个改革的话呢 是这个 就是不改革的话呢 其实是等死啊 改革的话是找死 这个改革的话不是经济改革 指的是政治改革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中共要搞政治改革的话 一旦放开比如说言论自由阻挡自由 那中共很快他就会下台 然后呢他所有的那些历史罪恶都会被清算 所以说这个改革是找死 但是不改革呢是等死啊 就是说最后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就决定了 不管是经济也好 外交也好啊 这个科技也好啊 各个方面的话 没有一样是中共能够搞好的 最后只能是拆了东墙 补西墙 按倒葫芦起来瓢是吧 最后千疮并发 然后这个政权就垮掉 所以其实对于中共来说的话 就是只是改找死和等死的区别 尽管现在习近平仍然是采取了一种等死的做法 但是这个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继续等下去了 可能这个中共的末日很快就会到 刘金霖先生 他是把这个中共的必然灭亡 归结为这个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 这其实也是我最近一年以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 刘金霖先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这个保守主义者指的就是美国意义上的 美国的这种保守主义 或者说美国的右翼 也就是注重犹太基督教的传统 然后呢维护个人的自由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托马斯潘恩的理论 托马斯潘恩呢 他是这个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之前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Common Sense 就是叫做常识 这本书的话呢成为让这个美国的很多的人受到启蒙 然后呢就是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然后就让美国走向独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 在这个这本书里面呢 托马斯潘恩提出的一个理论 说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上帝的权威 就必须接受法老的权威 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那个圣经里面的第二章叫做出埃及记嘛 当时这个犹太人是在埃及被埃及的法老 换句话说就法老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国王嘛 就是被埃及的国王所奴役啊 在这个埃及适世为奴 那这个时候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接受上帝啊 然后呢逃出埃及 这个回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地 那还有一种选择的话 就是不接受上帝 最后在法老的手下继续为奴 所以他实际上就讲 如果一个国家不接受上帝的权威 就必须接受法老的权威 如果不能够拥抱神的话 那么这个民族就只能沦为奴隶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从接受中共开始啊 就接受了这种无神论啊 接受这种理性主义啊 就开始背叛神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归根结底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是在一开始中国人接受了一个非常错误的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邪恶的 甚至可以说更准确的说吧 是一个带有邪教性质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啊 所以中国人的苦难的话 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必然 如果说中国人过去还抱有理想 就认为我们吃一点苦啊 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好了 这也其实也是当时毛时代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仍然能够维持统治的原因 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变了 中共为了让人不去关注政治 于是呢 就是这个 因为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你一旦关注政治的话 中共的合法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嘛 所以当中共的话 就想方设法的用经济发展去掩盖一切问题 换句话说 中国过去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存在 但是一切的问题都被经济发展掩盖了 但突然之间这个经济发展没有了 所有被经济发展掩盖的一切问题会同时暴露 这是为什么大家看到现在中国这个暴雷啊 就简直就是一个接一个是吧 外交的问题 科技的问题 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股市啊 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楼市啊 这中国的债市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法治问题啊 所有的问题的话 千疮并发 当经济无法发展的时候 所有过去被掩盖的问题就同时爆发 同时暴雷 到了这个份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中国也差不多了哈 我记得去年我曾经讲过一件事 就是去年不是江泽民死了吗 当时我就讲了一件事 我说我有一个感觉 虽然没有任何的证据 也没有任何的逻辑推理啊 但是就是从直觉出发哈 就是intuition 从这种直觉出发的话 我就感觉中共差不多了 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不祥之兆啊 在这个今年跨年的时候 就是2023年的12月31号到1月1号跨年的时候 当时是这个山东啊 当时有一批人 就是这个在聚集在烟台啊 然后这个他们准备等待这个新年的倒计时 就像就像我们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 等待那个水晶球的掉落是一样的 结果就在还有三分钟左右就要跨年的时候 商场突然之间关闭大屏幕 然后官方回应说 根据治安管控的要求 外广场倒计时活动取消 还有三分钟啊 突然之间取消 其实在有很多其他别的那个城市 像深圳 汕尾 汕头 郑州 南宁 上海等等 都是在马上就要跨年的时候 大屏幕突然之间就关闭了啊 所以这个人们无处可去嘛 因为马上就过年了 所以只能在一片黑暗之中自己倒数 然后呢 互助新年快乐 然后说同样在常年灯光闪耀的成都双字塔之下 期待倒计时跨年的人看到的也是一片漆黑 然后陕西西安也是在最后临近的这个跨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取消 石家庄那个无人机跨年夜的表演被临时取消 湖南长沙也是突然通知临时取消这个跨年的活动 所以这种跨地区跨省同时出现的这种取消跨年的活动 就是中共统一协调 所以呢 整个就是全国跨年的时候 那些重要的大城市 重要的跨年场所都从头到尾一片漆黑 这就是2024年的预兆啊 就不管你抱有怎样的期待啊 就是总会有人去灭掉你新洲那盏希望的灯 那这个今天看到的就是两个他楼事件啊 一个他楼事件呢 就是这个呃在 给大家看一下哈 湖南的张家界啊 7272棋楼啊 突然之间坍塌 造成22个人受伤 然后呢 河北长江大学的食堂也坍塌 前两天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有一个冲塔的事件 就是呃 伦敦有一个Branda就是那个那个钢琴家嘛 他在那弹钢琴的时候 然后有这个小粉红过来去骚扰他是吧 让他不要不要在那弹钢琴 他们说他们在录节目也是给中共录跨年的节目 结果后来突然之间这个事就变成了一个全网关注的热点是吧 好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看到了呃这个这些小粉红们他们的表演 等于是把这个中共的跨年后就是这个给出所谓的春晚的拍摄的这个这个事给搅黄了啊 在英国拍摄的这个事给搅黄了 那现在这个湖南的这个张家界这事的话也是给中共拍摄春晚的一个地方啊 那现在也给黄了 所以你就种种迹象就表明说这个中共2024年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坎 这个坎中共能不能爬过去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未知数啊 但是不会好过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 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说很多时候呃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呢 就是没有走上街头啊 但是其实对于中共的反抗不一定非得要走上街头 至少我觉得在一开始不一定非是这样 每个人在心中的话能够对中共呃有一种唾弃 而且不怕他啊 就是会敢于说出自己心中的话 这对于中共来说就已经是灭顶之灾了啊 所以就是呃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那个微博底下大家的冲塔 其实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人们在互相鼓励消除恐惧 唾弃中共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事情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 当那个大纪元时报发表九名共产党之后 很多中国人就开始退出中共这种党团队的组织啊 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唾弃中共的过程 呃大家不要把中共想象的是一个非常可怕 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呃就不可战胜的团体 当大家心里面都唾弃他的时候 其实他也就很快就会灭亡 呃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了这么几个话题啊 就是主要是想讲一下这个呃 中共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他的倒计时了啊 只是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啊 但是我觉得嗯中共的这个灭亡真的是感觉他的这个灭亡的脚步声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了那咱们接着聊到这了哈 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按照惯例呢 开始进入这个互动问答的环节哈 咱们看一下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交流 OK第一个问题 呃天老师好 在干净世界的首页读了李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后 发现此篇文章讲述了宇宙的规律 神造了三界地球人类的历程以及人来时间的目的 文字看似浅白但读了多次之后感觉深不可测 而这文章已经发表刚过一周年了 查找网络上也发现许多各界主流人士深刻的独厚感 想请教您是否能与网友分享个人的独厚感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哈 因为我呢是一个修炼的人 就是我我是这个在法轮功中修炼了大概今年都快30年了 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就是这些关于这个宇宙的规律呀 关于神造三界地球啊 人类的历程和人来时间的目的这些事情 呃在我的修炼中 我知道很久很久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至少可能20年以上了就关于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说对于不修炼的人的话 他们对这个东西还不够了解 所以就第一次读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有很大的冲击 呃 其实所有的宗教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呃 就是传说吧 就是或者说宗教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个教育中都有同样的内容 就是讲人呢 是神造的啊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宗教里面的话都有这种 就是说人和神的关系都是在回答人和神的关系 人其实是神造出来的 所以呢 就是说对于人来说 如果一旦离开了神 这个人就开始在这个社会中就开始会败坏下去啊 人的道德就会开始败坏下去 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北大那个政治学博士刘俊宁先生的那个 他提到那个托马斯潘的那个理论啊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上帝的秩序 他叫亚威了 或者叫耶和华 如果你不接受上帝的秩序的话 就只能接受法老的秩序 所谓法老的秩序的话 就是人间的一个暴政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在讨论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对于人来说是人类社会来说的话 是最好的 是最完美的 早在柏拉图时代呢 他们就探讨过几种不同的政体的形式 他们根据这个统治人 统治的这个人的多少 把这个统治方式的话分为六种 分为六种统治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呢 叫君主政治 就一个好的国王统治 他把它叫做君主政治 那一个坏的国王统治的话 叫做建筑政治 一会儿我再解释 然后呢 几个或者是一小堆 一小撮好人 他们组成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话 它是贵族政治 然后呢 这个一小撮坏人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话 叫做寡头政治 然后呢 这个大多数人开始统治 如果要是这些人道德观念比较好的话 这叫共和制度 那如果大多数人统治 然后呢 这些人道德又不太好的话呢 这种叫做民主政治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在柏拉图时代的话 他已经把这个政治分成不同的六种 不同的六种 他所说的君主政治 我经常在网上也看到有人在反对这个 就是认为这个君主就意味着独裁啊 君主就意味着暴政 其实呢 这个柏拉图所讲的这种君主呢 实际上指的是他在理想社会中的那种 哲人王的统治 所谓哲人王的话 就是这个人他既是一个哲学家 所谓哲学家的话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宇宙 有着深刻的洞见 然后呢 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呢 同时他又非常有道德 道德又非常高尚 一个既聪明又非常有道德的人 那么他的统治的话呢 这英文叫做benevolent dictato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统治者 他可以以最高的效率啊 把这个社会带到最好 这就是在柏拉图看来 这是最好的一种政治 就是君主政治 这个君主的话指的是哲人王 就是哲学家为王 他既聪明智慧 同时呢 道德又非常的高尚 他的政治权威和他的道德的高度 还有他的这个智慧 三者的话都达到了最高 那这个的话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啊 就是哲人王嘛 那最糟糕的话呢 也是一个人统治 就这个人的话呢 他又聪明 这个但是呢 道德又极度的败坏啊 如果他很笨的话 他也干不出什么大的坏事啊 这个人很很聪明 然后的话道德又极度败坏 那他就可能会对这个社会造成最大的伤害啊 这个就像是 像毛泽东就是一非常典型的例子嘛 就是他那个人很聪明啊 但是呢 他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也是最深重的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两种啊 就是君主政治建主政治这一对的 他既可能是最好 也可能是最坏 然后呢 第二类的话 就是贵族政治跟寡同政治啊 就是有这么一小圈 一个小圈子的人 他们来统治这个国家 他们的道德普遍来说都比较好啊 这个呢 就是贵族政治 其实在这个周代的时候 在这个 呃 像文武成康啊 就周文王周武王 成王康王的时候 大概就这样的一种贵族政治啊 就是 这个社会非常好啊 这个人的道德也很好 社会也很繁荣 那么到了这个 跟他相对的话 就是寡同政治 就是有一小撮坏人啊 他们在乱这个国家啊 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 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啊 就所谓这个九龙治水嘛 就当时是九个人各管一摊 九个政治局常委 这就有点像这种寡同政治啊 这是这个第二 第二类 第三类的话呢 就是共和和民主啊 就是共和制度的话 就大家都很好啊 然后呢 但是呢 又是大多数人说了算了 这就是共和制度 Republic啊 共和制度 其实美国的制度不是民主 美国的制度是共和制度啊 就是美国是一个共和国 然后呢 这个 那么与之相对的话呢 就是民主啊 就是民主制度 就是大多数人在 统治 但是呢 他们的道德又很成问题啊 Questionable至少是 那这种政治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啊 就是这个民间在在 大家一块来统治 但是道德又不太好 这种民主制度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对这六种制度进行一个排序的话 当然最好的是君主政治 然后呢 是贵族政治 然后呢 是共和政治 然后呢 是民主 然后呢 是瓜头 然后呢 最后是建筑啊 就最暴政的那种像斯大林 列宁 毛泽东这种的话 又属于建筑政治 但是分成这样的六个不同的这种这种这种政治形式 那其实呢 就是到了这个第四级 到了民主政治的时候 这个政治就开始败坏了啊 就已经败坏了 我们知道其实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制度杀死的 耶稣也是嘛 就是呃 大家都投票说让苏格拉底死 结果就把苏格拉底就杀死了 这就是当时古希腊的民主 然后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 就是大家都投票让耶稣死 最后就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其实呢 就是说呃 建筑制度 寡头制度 民主制度的话 是属于比较差的 共和制度 然后贵族政治 再往上那个 那个君主政治的话 在柏拉图看来的话 是比较好 呃 给大家讲这个 对于政治制度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任何一个制度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话 它好与不好 其实跟人的道德是有关系的 它不在于说 哦 我是一个 呃 一个人统治 他就一定是坏的 他可能是很坏 但是呢 他也可能非常好 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 然后寡头和 这个 寡头政治和贵族政治之间的话 其实他也取决于人的道德 民主跟共和之间 也取决于人的道德 这就是说 如果人要是没有道德的话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 都很糟糕 哪怕是民主制度 其实你看整个这个拉美啊 他们也是移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甚至可能当时这个 呃 美国在占领阿富汗的时候啊 也是都把民主制度移植到阿富汗 但是呢 实际上 如果人的这种道德不改变 人如果不能够接受 真正的那个正神的 他的这种道德价值 呃不能够 其实如果你真的信神的话 当你真的去爱神的话 你会 你会去爱别人啊 因为人都是神造的嘛 我们都是神造的 所以我们都像是 神如果是像父亲一样 那我们就都像他的子女一样 就是我们互相之间 就是兄弟姐妹 大家互相之间就是应该互相爱护 然后呢 这个这个自由平等的这么相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一个正神的树立的 这样的一个道德观念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社会就走向这个政治上的衰败啊 就是他就是就就就就就就很糟糕 所以人的道德是非常关键的 制度反而是次要的 没有好的道德 什么样的制度都不行 所以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在开国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人是 是杰弗逊 是杰弗逊还是谁讲的 好像叫就是John Adams啊 是John Adams 就就亚当斯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美 他是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宪法 大家都很羡慕 但是亚当斯当时讲的很清楚 说我们的制度 是为那些有信仰的人而制定的 如果当人们不再信神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这些制度他们将沦为一纸空闻 对我师父写的这这一篇 叫为什么会有人类 这个文章的独厚感啊 就是我只是从刚才 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去去去讲了一下 但是其实的话呢 人来在世间 人不是为了当人来的 太高深的东西我不能讲 因为那个东西我不配讲 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我师父写的这个东西 这篇经文吧 就是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 你都会逃不出这种生老病死 然后的话在人世间的话 你会发现人世间其实是有很多痛苦的 哪怕是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太平盛世 那对于美人来说的话 他也仍然有自己的每天高兴不高兴的事情 对吧 然后也会有这种烦心的事情 所以人来在世间的话呢 其实不是为了做人 人来在世间的话呢 其实是给了人一个机会 让这个人的话能够有机会去返回到 他本来来的地方 就人之所以来到人世间的话 用过去的那个就是圣经的概念来讲 我们我们我就讲文化啊 用圣经的概念来讲的话 人是有罪的 人是因为有罪才到人间的 之前人在这个像亚当跟夏娃 在伊典园里面的话 他们是这个生活的话是无忧无虑的 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所以上帝把他们赶出伊典园 赶出伊典园之后的话 他们就开始增加了很多的痛苦 所以人来在世间的话呢 其实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重回 他自己产生的那个地方 你说是伊典园也好 你说天国也好 就是或者是说去那些什么极乐世界 或者什么什么地方也好 总而言之的话 就是人来在世间的话是赎罪来的 所以在人世间的话 你会经历很多的苦难 当然今天的人类社会走到走到这一步的话 除了这个人自己本身要回归天国之外 还有更深的东西啊 还有更大的一种使命 这些东西都是我不能讲的 所以大家就是说如果想了解的话 可以去读一读我师父写的那个那个 呃 经文啊 也可以看一看转法轮 看一看我师父在不同地方讲的东西 我知道在网上有很多人 他们经常会嘲笑这个法轮功啊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 他们在网上有意的去攻击法轮功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就是每一个政教的传出 他都会受到 类似的这种攻击或者是非议 就像当时这个 这个释迦摩尼佛当时在传法的时候 也是印度其他别的宗教 也在攻击释迦摩尼的佛教嘛 就像当时这个 呃 耶稣出来 这个来传他的那个跟犹太人立约啊 就是他传他的那个那个法的时候 也是被犹太人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教的传出的话 他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磨难 包括佛教在中国也是有三五一宗的灭佛事件 就是有皇帝就是下诏去灭佛 都会遇到这种事情 道教其实也是一样的 道教在这个周世宗的时候 也是就是经过像政府像灭佛一样去去铲除道教 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政教在传世的时候 他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因为我相信就是这个宇宙中 他有这种相生相克的道理嘛 所以他就会遇到这种事 所以被人嘲笑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关键在于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就是不要被那些人带动啊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我师父写的经文啊 或者我师父写的其他别的书啊 不要被那些人带动啊 就你看一看 就是说这种 其实 大家知道这个觉者下世度人这种事情啊 我这样一说的话 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这种事情是几千年都 就才能够出一次的啊 就像当时耶稣的出世或者释迦摩尼出世 耶稣 耶稣创立了这个 不是说创立了吧 就是他这个重新跟跟这个 这个跟世人立了约 或者说是像老子孔子出世 释迦摩尼出世 像这样的大觉者出世 度人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天国去的这样的大觉者 几千年来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吧 然后在所有的宗教都败坏了 都很难再度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主教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我没有仔细的看啊 大概是有九十多个红衣主教 这天主教里面教皇的下面啊 pop下面就是红衣主教了 有九十多个红衣主教给这个教宗写信 而且言辞非常的激烈 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认为教宗不应该去祝福同性恋者 也就是说 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话 其实讲的很清楚 就当时这个 所多玛城的毁灭 就是所多玛城 就是同性恋泛滥的一个地方 所以后来这个 从所多玛城圣经里面 那个上帝降下天火 这个烧掉所多玛城 才出了这么一个叫sodomite 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嘛 就这样的东西呢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大家不但不去 就是 帮助纠正这样的行为 反而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都在什么什么 就是有点像什么崇拜呀 甚至大家可能会去 拼命的去推崇这样的行为 然后的话 搞各种各样的DEI 就是说 这个 我看你这个 能不能做这个事的话 看的不是你的能力 而是看你 你必须是同性恋啊 然后呢 甚至最好是女同性恋 然后又是有色人种啊 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好的都要给你 就已经变成这样 它不是根据你的自己的人品和你的能力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工作 而是根据你的性别取向 你的性别性取向和你的这个呃 就是种族来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可以获得这个职位 这个其实我觉得给人类社会 慢慢慢慢我觉得会让人类社会承受很多的痛苦的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讲波音公司 大家知道那个飞机啊 那个设计制造啊 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问题 就可能会造成这个飞机失事 就可能会造成这个很多的人的这个生命受到威胁 包括开飞机的人啊 就是就如果你要是没有相关的能力去开飞机 如果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能力去做这种 就是这个飞机的设计制造等等 你就不要做这个工作 你做这个工作的话 你会给更多的人带来很大的生命的威胁 但是波音公司的话 他就出于这种政治正确的考虑 他就专门找了一些人 他就说找了两个人 这那些人什么都不懂 让他们坐在最高级的主管的位置 随便的发号使令 然后呢就造成了波音的飞机出了出问题 大家记得前段时间那波音召回 好像所有的什么MAX737还是787的飞机 就全都得召回去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只搞政治正确 他们甚至连科学都不顾了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未来假如说你住院动手术 你知道那个医生的话 是不是因为DEI才去做了这个医生呢 对吧 他不是因为他的这个技术高超 就是因为他黑 或者说就是因为他是同性恋 他就才能去做那个医生 那你把你自己教到这样的人手里面的话 你能放心吗 这就是本来是应该是根据你的能力和道德来考察的 而不是应该根据你的种族和性取向来考察的 所以这种事情 就是现在就是已经是完全违背了当时上帝的这种教导 而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呢 竟然也随波逐流 所以就现在就天主教的那个那些红衣大主教们 他们就给这个教皇写信 就是讲这个事情啊 就是用非常严厉的 就是多个红衣主教给教皇写信 用词非常的严厉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人现在已经都没有办法 就是他都已经不相信宗教了 哪怕是教宗本人的话 他对上帝的信仰都在动摇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所有的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能够再让人回归向善去天国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师父来了 来传这个法 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对人来说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我经常讲这样的事啊 我说像这个当年这个就是犹太教开始败坏的时候 耶稣来回来啊 来这个呃 跟人犹太人重新立约 然后呢 当中国出现了这种就是道德败坏的时候 就是那当时叫礼崩乐坏嘛 那这个时候老子和孔子出现了啊 去归正人的道德 然后印度当时是这个原始的婆罗门教败坏的时候 释迦摩尼出现啊 就是用佛教取代了那个婆罗门教 其实现在所有的宗教现在都已经败坏了 在这个时候是我师父来了 这都是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事情啊 几千年出现的一次事情 所以它是对于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机缘 所以在网上有很多人在攻击我们啊 这个大家不要被他们给误导了 就是我觉得你看一看哪一本书来 你自己看一看 看一看我师父到底讲的是什么 你会看到整本书师父都在教你做好人 最开始你看的时候都会看到师父在教你做好人 然后的话再给你讲更深的那种修炼的东西 修炼的事情是 其实你光知道一些理论是没有用的 如果没有师父度你的话 你是根本就不可能去天国的 去天国的话 那整个这个人他的这个生命构成的话 都要发生很大的改变才可以 就像我以前举的那个例子哈 就是你看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天使都是带翅膀的 你说你在人世间你读什么书 你你这个这个练什么手上的动作的话 能够让你长出翅膀来是吧 能够让你到天国去 根本就自己不可能的 得有师父度你师父帮你演化你的身体 然后你才能够到那个天国去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人应该珍惜的 就是这个是千年不遇的希望 我说千年不遇其实都是保守的说了 可能是亿万年都不遇的这么一个机缘 就是能够能够有这么遇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我师父写的那个那个经文啊 就这这种机缘千万不能错过 更深的东西的话会很深很深 我没办法讲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只有我师父才配讲 其他别人都是不能讲的 我讲的东西再讲的话就越越过界了 就是我就不能在我这个频道里面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只能是让大家去看看我师父讲的是什么 OK 所以这位朋友说说让我讲一讲我的那个读后感啊 就跟这位朋友问我能不能分享个人的读后感 我是没有办法分享的 因为那个修炼 我修炼大概30年吧 虽然可能也不算特别长 也不是什么千年修到 但是就是说 真正体会到那些超越人类的东西的话 我是不能在这讲的 就是我就是讲 我觉得我也大家可能也不见得能接受啊 所以说我觉得只能请大家去看一看我师父读写的那个经文啊 或者去看一看我师父写的书 OK 下面一位朋友问 请问教授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毛东不是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军队还能直接对人民开枪 那个时候中国也穷啊 用思想统治中国应该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国来说 虽然做坏事的警察很多 可是光明正大开枪也是不可能的 这个事是这样的哈 就是这个 毛泽东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毛主义是没有变的 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个中国现在没有毛泽东了之后 这个这个当年毛泽东的那个思想就 没有没有了 其实邓小平当时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讲过一个事 邓小平讲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不是讲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 一个中心的话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然后两个基本点的话 就是叫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什么叫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大家可能还记得思想基本原则是什么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就叫四个四项基本原则 这是当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是必须要背的特别熟的 所以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的领导 所谓人民民主专政 就是共产党专政 一党专政 然后呢 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所以其实虽然改革开放 毛泽东思想从来都没有被丢弃过呀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 他要回归毛泽东的思想 就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从来都没有丢弃过的东西 其实也谈不上说把它找回来 但是的话习近平在强化 强化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 毛的思想其实还在啊 至于说军队能不能对人民开枪 只要共产党统治 共产党下令 这个事情就不是不可想象的 除非是军队能够不听党的话 除非军队能够不听党的话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就只能改变军队里边 每一个人的内心 也就是说让他们理解 共产党的邪恶 然后让他们能够 不听共产党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只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走 所以其实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啊 在军队里边搞这种洗脑啊 那是非常厉害的 中共对军队这个洗脑的话 它其实让你一天到晚 什么抄习近平的思想啊 让你搞这种政治学习啊 占满你所有的时间 让你做很多无疑的事 做无疑的事本身并不是目的 目的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消耗掉你所有的时间 让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些 可能会跟中共不一致的想法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中共会不会开枪呢 我觉得中共它想开枪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还没有形成说一举推翻中共之前的话 最好不要搞这种中心化的聚集 不要搞这种中心化的这种抗争 就是有一个指挥者 最好是能够是去中心化的抗争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法轮功多年以来的这种 就是非暴力不合作 就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每个人都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就是打印关于共产党邪恶的这些东西小册子 然后的话我就出去散发 对吧 这没有人指挥我 那我我就是看了这个共产党的 这个九评共产党啊 或者我看了这个 这个我们师父写的书啊 我就知道共产党怎么邪恶 然后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共产党的邪恶传出去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解体共产党 才能够结束迫害也好 或者结束中国人的苦难也好 那么就把这样的东西发出去 其实当然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 这个我也很难一句话两句话跟大家讲清楚 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会这么做 所以当大家都要这样做的时候 共产党他抓了一个人两个人的话 发现没有用 他就不像是中国大陆哈 比如说原来有一些搞工运的 搞学运的这些人 他们是有领袖的 把领袖一抓 底下的人群龙无首就散掉了 但是其实呢 这个法轮功为什么能够坚持 这个二十多年的时间 是因为每一个学了法轮功的人 法兰大法的人 他的心里面他有一个标准 他知道这个中共的邪恶 他也知道自己来的事件 刚才咱们提到 每个人其实来的事件是有使命的 他也知道自己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不用去用枪逼着他 或者是说你要花钱去收买他 干这个干那个 他自己发自内心 他就想这样做 所以这样的抗争 因为是去中心化的 这个才造成说中共怎么镇压也镇压不下去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非常迫切的 需要的就这种去中心化的抗争 让中共的警察就觉得 就是像你像水一样 就像水一样 他没有办法去打散你 然后的话呢 你又是无孔不入的这样渗透 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出炉 真的是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决心 我们不用这个去太悲观 这个我觉得共产党他的这种统治 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们大家都相信他维持不了多久的时候 他真的是维持不了多久 你要是觉得他还很强大 大家还很害怕的 那他还能真的就能维持一段时间了 OK下面一个问题 张教授好 您觉得大学学费应该如何定价 该给哪类人发放学费 美国澳洲日本台湾等国家 有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由于没钱交学费而上不了大学 这个问题您觉得该如何解决 现在太多人欠学贷还不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学费 这个很长我们不念了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大学入学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现在大学入学几乎是没有标准 就是几乎所有的人 你只要高中一毕 你想上大学就可以上大学 现在把大学变成一个产业 而不是变成一个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 真的不需要每个人都上大学 有很多工作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水管工 我也可以挣的很多钱 我也可以生活的很体面 我不需要上大学 而且其实很多人上了大学之后啊 他仍然是不能够这个胜任 这个社会上几乎没有 就是一个人大学毕业吧 他几乎没有什么他能够胜任的工作 因为任何一个专业的领域的话 他都是需要培训的 比如说其实当年哈 我在美国读博士 我读的是WE 读电子工程嘛 电子工程里面的话 他有很多分支了 他有他有很多分支哈 那其中有一个分支的话 就是通信啊 就是我当时学的实际上就是通信 那通信的话呢 就当时我是就搞这种互联网的 可是那个时候学东西全是理论 你让我去呃 配置一个路由器 或者配置一个交换机 那个我都 如果我要是没有去专门去学过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都不会的 你让我到Sysco去工作的话 我连那个Sysco的证书都没有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让我去维护那些路由器啊 什么之类的东西的话 我最后还是得考Sysco的证书 当时我们考一个CCNA 考一个CCNP吗 就当时我考那么两个证书 就是你会发现就说 你即使大学毕业 你仍然不能够胜任 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的工作 你还得经过培训 那如果你要是不上大学 你直接高中毕业就走这样的培训的路的话呢 其实你也能胜任那些工作 当时我们在 我在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同事 他呢就是高中毕业 然后呢他就做网络维护的 他就花了呃一个礼拜的时间考了一个Linux的证书 然后呢又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考了一个Sysco的证书 那时候他本来是一年年薪四万多嘛 他考两个证书之后的话就找了一个七万多的工作 所以就是说呃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完全没有必要每个人都上大学啊 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是想要做研究的话上大学 现在其实很多人搞什么博士啊读博士读这个硕士啊 其实他真的没有研究出来什么真正对人类社会有些什么了不起的贡献 就那些东西可能很快就淹没在固执堆里边了 就是根本就没有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样革命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高等教育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上 你有这个merit啊 你有这个呃能力 然后呢你有这个愿望 你不是为了找工作 你是真的对学术研究有愿望的话 我觉得你在受高等教育 我觉得是 我觉得高等教育 它就是一种精英教育啊 在我看来的话 它就是一种精英教育 它是不适合普及的啊 在我看来的话是不适合普及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个能力的人 他如果没有钱上不了大学的话 你就给他那个贷款 给他奖学金就完了 那如果你要是这个嗯 就是说你真的只是想在社会上找一个工作养家糊口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接受这个training啊 而不是education啊 你就接受training接受培训就完了啊 你去考一些什么专业的证书啊 呃会计师执照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你就一样可以生活的很好 读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 读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读书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育人 而不是培养一种技能 读书是为了育人的 就是教育啊 就是education啊 这种教育 其实是为了育人 而且它是以培养人的品德为第一目的的 这就是苏格拉底说的嘛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格 而不是为了培养某一种能力 培养某种能力的话 你就直接去做培训就好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有能力 然后呢 又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 学费就是最好是学校有奖学金就完了 现在的话 等于是 我觉得这个很多政策的制定者 他们非常的愚蠢啊 他们是认为说 哦 我现在看了一下说 哦 凡是这个大学毕业的人 他们这个就能够找到工作 OK 好吧 那就让每个人都去读大学 这个错了 之所以以前大学毕业的人能够找到工作 是因为读大学的人很少 他们是因为优秀才去读大学 那当然他就容易找到工作了 那现在把每个人都送到大学里面去的话 他还是那样 他不够优秀的话 他读了大学也没有用啊 他还是不够优秀 那他还是出来找不着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大学教育 真的是应该是精英教育啊 OK 好吧 这个问题咱就说这么多了啊 下面一位朋友 看看 问台湾的问题 台湾是资讯开放且民主自由 比较容易把中国和中共分开 问题是中共教育下的大陆人民 愿意把中国和中国分开吗 其实我觉得台湾呢 真的是把中共跟中国分开 这个事做的很糟糕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糟糕 我其实以前对于台湾的政治生态不太了解 到台湾这一次一月份的时候 去跟一些人谈了谈 发现他们是真的是分不清楚中国和中共 他们也分不清楚中国的文化和中共的文化 到底有什么区别 中国现在的文化已经被中共变异的很厉害了 就中国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文化和中国传统那些就是古代的那种文化 那已经差的非常远了 而且现在人在想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或者现在人这么一个有色眼镜去看的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的文化 刚才那个刘俊宁先生就提到说这个当这个欧洲出现欧洲大陆出现理性主义的时候 这个欧洲就容易出现专制啊 就理性主义的这个就就就造成这个容易造成专制啊 他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法国大革命1989年的时候庆祝这个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嘛1789年法国大革命了就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当时撒切尔夫人就拒绝去庆祝 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的话就造就了无数的这个人头落地啊 在这样的一个人头落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政 所以大家看到后来这个法国大革命以后啊 不管是这个拿破仑也好啊 包括这个这个雅各宾派也好啊 这个这个那个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 就是专制主义者就我觉得非常明显的专制主义者 所以当时罗伯斯皮尔死的时候 他的现在可能他还有一个木志明可能是别人开玩笑刻上去的 那木志明里面就讲说这个来往的人不要为我悲伤啊 如果我要活着的话你们谁都被想活 就是这就是当时那个造成无数人头落地的这个法国大革命 为什么法国会发生大革命 而大家可以看到那巴黎公社也好啊 包括那个六十年代那个法国的什么红色五月 那个法国那些那个那些像萨特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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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左翼的这种所谓的思想家 都是都是来自于法国是吧 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把自己的理性看得比人的灵性更加重要 人把自己的这种思考能力看得比认为人的这个智慧的话 已经可以等同于神了 那犹太人不是有一句话吗 米兰昆德拉说的吧 就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吗 就人的思想是很可笑 但是他们却想设计用人的思想去设计一套所谓的完美的社会制度 然后呢 以革命性的方式像法国大革命这种疾风暴雨 这种疾风咒雨的这种形式 强行的向这个世界铺开 而他们这种思想其实根本就没有经过验证 在实现的过程中的话就造成了无数的悲剧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也好 或者是法国的巴黎公社也好 包括这个德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包括这个苏联的这个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 中国的这个毛主义 其实都是一根腾上的瓜 就是都是欧洲理性主义的鱼羊 马克思也是欧洲理性主义的鱼羊 然后的话就传到中国来了 而这种理性主义的发展 其实已经把欧洲的文化给改变了 欧洲的文化过去是跟神很贴近的 在中世纪之前跟神是非常贴近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所谓的这个什么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啊 就这种说法都是那些理性主义者 他们为了提出自己的思想去否定之前的那个 就是中世纪 他们提出的这种理论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 就是中世纪的生活远远不像理性主义者 这些人描述的那么黑暗 然后呢这种理性主义变异了当时欧洲的过去的那种 就是人和神之间的联系 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 也变异了欧洲的文化 那这样的东西呢传到中国之后呢 中国其实文化现在也是被这样的理性主义 其实我觉得这更具体的说就是马克思主义邪教 把中国的文化给改变了 所以就中国文化和中共之间的 这个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共的党文化之间的区别 很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 包括在台湾根本就分不清楚 包括在海外在美国 你说能够把中共和中国分开 把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开 真的没几个 很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他们其实啊 是相当于美国的左派 所以他们也对这个中国的文化是 他们美国的左派 他们其实也是从那个理性主义的另外一个分支发出来 就是发展出来的 他们也是否定一切传统的信仰和道德的 所以这大家可以看到就海外有很多反贼啊 就我们所谓的反贼反共的人啊 他们也反中国文化 他们反中国文化就是站在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 去反对中国的文化 因为他们其实根本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是什么 他们是抱着一种挑战 否定一切传统 否定一切权威 这样的一种解构主义的姿态 去去去去看待中国传统 所以其实台湾人他们其实也不懂 我到台湾 我会发现 不能说台湾都不懂 极少极少的人 他能够真的懂中国和中共之间的区别 然后中共的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就绝大多数人都不懂 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都不懂 就这是教育的问题了 那中国大陆下的 中共教育下大陆人民的话 这方面肯定就更不懂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他们是更加不懂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启蒙的工作 把这个中国和中国和中共分开 OK 那今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就不聊了吧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有问题的话 咱们下个礼拜再说吧 好吧 那么今天聊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就麻烦您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吧 咱们下次节目 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威威到来 敬全会员网隆重推出 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 以引人入胜的故事 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 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 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 前瞻未来的风云 今天就登陆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